哈喽大家好 我是戴尼提康非洲 今天端午节 在这里祝广大的网友粉丝们端午安卡 其实在非洲的话 这个节日气氛就比较淡一点 尤其是像这些小地方 基本上没什么气氛 如果说市里或者是华人区比较多的地方 那可能还会抱抱粽子 感受一下这个节日气氛 像我们在这里的话 就吃火就过了吧 前段时间给大家拍了一下这个树根的这个视频 粉丝们确实关注的也比较高的 很多粉丝也叫我去拍一下 当地人对这个的看法 我还专门叫社会家买了一些 留了一点点其他的 都给他们 伸脚去了 其实当地的话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 大部分人都知道 况且的话也比较受欢迎 只是视频没发出来 但是抖音里面可以去看一下 头条就发了微头条 但是我看评论里面也在说 什么一开始收智商水 或者是割韭菜之类的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一直也在推荐 然后粉丝们的关注的比较高 这个确实也是比较有用的 我怕树根树皮 如果说你这样说的话 反正那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毕竟是 对粉丝们还是有实实在的用处的 这个树根跟树皮 也是经常在视频里面出现的 我这里就不过多的介绍了 只是很多粉丝反映说这个有点小贵 确实是 但是效果确实也比较好 基本上使用很多人群 然后也没什么不是症状 趁着这个今天端午节 还是给粉丝们发放一波福利 反正打着出售 如果说还在犹豫的话 可以再考虑一下 当然树皮的话 价格就要便宜很多 链接下面也有 一直都有的 这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当然树皮的话 可能适应性的话 会差一点点 可能有的还是不那么适应 但是效果也是实实在在有的 可能也是第二次 第三次回购的 在链接里面 前段时间很劣迹啊 也是反反复复的 本来说好了之后 给大家直播 跟这个人一起捕鱼 还有当地的这些生活场景 我也没坚持下去 这两天好了之后 有条件啊 或者是正常的时候 还是给它恢复起来 我看粉丝们去直播间的 还是不少的 反正后面 尽量坚持下去 让大家看看这边的 正常的这些生活场景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的点击关注